诉求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被下令解散之后 如今曾经邀请该党召集人陈浩天发表演说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也遭到打压 任职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的FCC副主席马凯 无故遭到港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 是第一位向香港申请工作签而被拒的外媒记者 对此不少团体上街抗议 民间人权阵线高举着政府可耻 言论自由不容剥夺等标语 批评港府践踏新闻自由对马凯求后算账 更表明会向联合国反映问题 而24位民主派立法委员更联署谴责港府政治打压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英国外交部周五发出声明 要求港府就马凯工作签证续期被拒一事做出紧急解释 声明强调高度自治和新闻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 必须受到全面尊重 美国驻港领事馆也认为 拒绝续发签证给马凯严重令人不安 这种情况使人联想到国际新闻从业员在中国面对的问题 有关做法亦不符合基本法中相关原则 然而港府发言人却说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并重申入境处处理美宗申请个案时 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 并经过充分考虑后才会做出决定 发言人又指根据入境处的惯例做法 一般不会通知申请人申请被拒的具体原因 BBC中文引述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新的说法指出 过去中国曾经利用拒绝发出签证这种方式 控制一些曾经撰写中国政府不喜欢 或是认为有问题报道的记者 杨建新说港府这次的举动会让人觉得 香港开始奉行中国的做法 而香港进会大学教授吴炳全则认为 这并不是个别案件而是一种警告 全市政府可以创着不同的传媒机构 学术机构或是个人做出实质性报复 而这其实就是中国的做法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